好 紧接来关心一连串最新消息 我们首先来看到是实在太离谱了 这医院也发生了病患性侵病患的案件吗 这是在嘉义普子的一家医院 就在去年二月份发生了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蔡姓男子 清晨就闯入到了医院 认识的女精神病患病房里 而且性侵得逞 被寻防护士发现之后立刻报警 那么尽管这名男子变称说双方是女情我怨否认性侵 但法官从这名女病患的私处受伤流血 以及女病患公称并不喜欢这样的行为 认定这名男子触犯了妨害性自主罪 判处三年徒刑